中國網路轎車龍頭滴滴出行 受到中國出眾手股價一蹶不振 如今再預上烏二戰火連天 市值大砍近六成 不只如此亞洲市值超過一百億的 大型企業也深受其害 不只滴滴出行就連電商巨擘 京東市值也熱減百分之二十七 騰訊與阿里巴巴雙雙重挫 另一頭電商蝦皮姆公司 新加坡東海集團市值也爆點近三成 戶口13台積電下滑百分之十一 南韓三星電子萎縮百分之八 原物料成本上漲 供應鏈一律環四 讓亞洲資金跟著大洗牌 一局有路通膨社會公司 從天然氣石油到煤炭開採 包含印度泰國等能源公司市值雙雙飆涨 不過下半年亞洲市值悄悄板 恐怕又將再次大風吹 通膨的這個大家對這個擔憂的問題 開始有點舒緩 那還有加上是 我們看到現在科技股 也有一些這個估值 有一些浮現 這些市值的公司會再重新洗牌 原本一些比較疊 甚至這些類股跟產業 有可能在下半年有機會可以再反彈 中國風控 無二戰爭等地緣政治風險 持續圈東資金流向 任何風吹草動 都將成為亞洲市值排行 重新洗牌的重要關鍵 閃爲新聞中之委羅富慈台北報導 今次歡迎看見 次に 東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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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 東金屬 北朝 東金屬